这是台湾飞行员叛逃大陆的真实影像 林贤顺正以最快速度冲向大陆 可当他越过台湾海峡时 身后竟有12架战机拼命追杀 前军一发之际 我军立马派出4架战机升空 形成对峙 这段惊心动魄的影像 记录了林贤顺死里逃生的经过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我军支援赶到后 林贤顺的飞机却耗尽燃油 当即坠毁 但很幸运 他求死一生成功落地 后来他不仅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 甚至还迎娶了电台主持人 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1953年 这年台湾苗栗县一个婴儿降生 他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林贤顺 林贤顺虽生在台湾 但他的祖籍位于广东梅州 在家人的影响下 他对大陆一直都有着莫名的向往之急 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 林贤顺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名飞行员 看遍祖国各地的大好和山 怀揣梦想的林贤顺 上学时期一直都很努力 听说选拔飞行员对身体素质要求高 林贤顺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锻炼身体 功夫不负有心人 林贤顺最终考上了军校 并接触到了真正的飞机 毕业后 林贤顺被调到台湾桃源空军基地工作 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行员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人 黄之成 黄之成刚刚被授予台军少校 但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他欣喜大陆 一直都希望两岸能够团结 而林贤顺和黄之成有着一样的想法 因此也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很快 四年时间过去了 林贤顺在飞行技术上突飞猛进 不仅被调离桃源机场 在台东空军基地工作 然而 还没过多久 好友黄之成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黄之成进驾驶战机 从台湾桃源机场飞去了大陆 成功加入了解放军 这件事带给林贤顺的不仅仅是震惊 更多的则是钦佩和羡慕 林贤顺虽然是国军飞行员 但他一向认为 中华民族一家亲 两岸人民是不可分割的大家庭 但令人寒心的是 身边的人竟然把黄之成成作叛徒 被当作反变教材 伤心之余 他也萌生了投诚起义的想法 不过 这个时候的他并没有下定决心 因为台军特意加强了 对飞行员叛变的监管 如果自己贸然行动 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直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 1989年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成为了一名飞行中队的辅导员 但这份工作却让他感到厌烦 作为指导员 本职工作应该是提高飞行员的飞行素养 但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下达命令 给飞行员们做所谓的思想工作 目的就是让这些人更加忠心 只有林贤顺自己知道 他不愿意说出违背初心的话 更不想为两岸的关系调拨离间 就在工作不顺心的时候 家庭方面竟遇到了大麻烦 或许是聚少离多 他和妻子之间越来越貌合审理 甚至闹到了分居的地步 工作感情的双重压力 让林贤顺喘不过气 每当他想要发泄的时候 却又无人倾诉 就在这时 他想到了黄之诚 想到他冒死飞去大陆的事情 于是他下定决心 像黄之诚一样投诚起义 去过有真正意义的人生 很快属于他的机会就要来了 台湾飞行员冒死叛逃大陆 离成功仅一步支摇时 台军指挥部却将导弹对准了他 1989年2月11日 此时距离春节仅仅过去了6天 林贤顺起了个大早来到工作单位 他像往常一样进入机场 对机场的飞机进行检查 在众多飞机中 一台满油量的战斗机 吸引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自然地走了过去 和旁边的地勤人员进行了沟通 原来这架飞机马上就有人过来使用 所以特地加满了油 此时林贤顺内心无比激动 现在不走 更待何时 天大人迟迟都没有回来 林贤顺就赶紧催促地勤人员 说自己要开这架飞机执行任务 让他赶紧收拾 地勤人员有些纳闷地反问道 这架飞机今天不是你飞 您是不是临时赶 听完这话 林贤顺并未慌张 而是故作生气地表示 原定飞行员被分配了别的任务 我收到值班师的通知才过来 听完这个解释 地勤人员也没有起疑心 干净给他进行了准备 随后林贤顺光明正大地坐上了飞机 飞机启动后 林贤顺第一时间将无线电设备关闭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雷达监测 另一方面则是专注于飞行 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此刻 林贤顺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一旦被发现或者追击 那么自己就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但现在已经没了回头路 只能拼死一搏 前半部分还算顺利 林贤顺成功穿越了台湾中央山脉 告别了玉山 阿里山 仅用了五分钟 就进入了台湾海峡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原本要执行任务的飞行员 发现自己的战机不见了 就赶紧询问地勤人员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反应过来 情况不太对劲 于是 值班人员赶紧将消息上报 上级得知消息后 志同用无线电联络林贤顺 但林贤顺早已将设备关闭 根本听不见任何警告 原来林贤顺是起义了 上级得知这个消息后 气得火冒三丈 这些年 投诚大陆的台军飞行员 是越来越多 如今在值班人员的眼皮底下 还敢顾忌重施 一气之下 指挥部阱直接派出 12架战斗机进行追踪 同时 台东机场时刻待命 用雷达搜索林贤顺的方位 好在林贤顺经验老练 在穿越中央山脉后 就降低了飞行高度 几乎是贴着海面飞行 贴海飞行虽然能够 躲避雷达的追踪 但同时却十分考验 飞行人员的技术和经验 一旦稍有不慎 将会面临击毁人亡的危险 20分钟后 林贤顺跨过了海峡中线 离成功紧一步之遥 到了这个时候 林贤顺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但他并不知道 身后12架战斗机 正以两倍因素向他追击 他以为过了海峡中线后 就万事大吉 但他实在低估了 台军抓住叛徒的决心 台军指挥中心看到 林贤顺指挥的战机 从雷达上消失 以为他坠毁失事了 但过一会儿后 雷达上又开始出现了 林贤顺飞机的信号 为了将林贤顺成功拦截 就直接用明语 联络那12架战机 向他们下达命令 一旦目标飞越了中线 发现后 不惜一切代价将它击落 殊不知 正是这句可怕的民语 却刚好救了林贤顺一命 由于台军发的是民语 大陆方面自然也收到 我军猜测 台军口中的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 前来投诚的飞行员 于是赶紧派出 4架战机前去打探情况 台湾飞行员驾机起义 投奔大陆 期间竟躲过了 12架战机追杀 成功后 不仅被授予上校军衔 甚至还引起了美女主持人 时间再次回到1989年2月11日 此时的林贤顺 已经飞越了海峡中线 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但他不知道的是 身后12架战机 依旧紧随气候 双方之间仅仅相差了20海里 眼看林贤顺 马上就要被身后战机击落 关键时刻 我军4架战机 一举拦在台军战机面前 我军战机的出现 才让对方打消了继续追击的念头 为了不把事情闹得太严重 对方只好下达收兵命令 让12架战机返回台湾 亲眼看到对方的战机返回后 我方4架战机 便开始寻找林贤顺的踪影 但此时 天宫不作美 突然起了大雾 让搜寻的难度大大增加 更重要的是 双方无线电配置不同 无法沟通双方之间的联系 另一边的林贤顺 试图通过无线电联系大陆 但由于双方配置不同 根本无法联络 没能收到接应 林贤顺只能在大雾中 一直往前飞 在沿海城镇上空盘旋 与此同时 林贤顺的飞机 燃油马上消耗殆尽 如果不能马上找到一块 合适的降机点降落 恐怕是要击毁人亡了 但天不遂人愿 对大陆地形不熟悉的林贤顺 从汕头飞到了峰顺 找了大半个小时 都没能发现机场 当飞到峰顺城之外时 一台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 而另一台 也因为没油而熄了火 好在林贤顺经验老练 飞到了一处空旷之地 他当机立断 选择契机跳伞 最终 飞机坠毁在某个中学的操场上 而他也跳到了一片水田里 所信林贤顺 只是受到了一些轻微的皮外伤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巨大的爆炸 吸引了附近学校的老师的注意 就有值班老师 发现了水田中的林贤顺 这位老师还以为林贤顺 是过来执行任务的 就问他是哪个部队的 林贤顺告诉对方 自己是从台湾飞过来 投奔祖国大陆的 老师听完这话后 下巴都要惊掉了 只觉得林贤顺是在开玩笑 可定睛一看 发现林贤顺身上所穿的 并不是解放军的军装 这才相信了林贤顺所说的话 于是 老师赶紧将林贤顺 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并按照当地的新年习俗 给他煮了一碗汤面 不久后 镇长得知有起义英雄 降落到了这里 就赶紧将消息上报 第二天一大早 林贤顺就被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亲自送到了广州 飞机上 司令员满心好奇地 向林贤顺提出了问题 你知道 昨天有12架战机要打你 你知道吗 林贤顺一脸惊讶地表示 不知道 那你知道有导弹要向你发射吗 林贤顺再次感到惊讶 原来自己昨天的过程 如此惊心动魄 特别是得知双方差点要打起来的时候 他顿时感到后背发凉 到了广州后 林贤顺立马受到了广州军区的热情接待 一到地方 就被安排在了空军医院里 休养了一个星期 让林贤顺感到欣慰的是 在他敬仰的这段时间里 曾经的战友黄之诚打来了电话 黄之诚也是一位投诚起义的飞行员 正是当年他不惧生死发动起义 林贤顺这才下定决心的 阔别八年的好友向自己发来了问候 这让林贤顺感到无比的踏实和幸福 虽然起义成功了 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自己的家人在那边该怎么办 他们是否会受到不好的待遇 百般思索之后 林贤顺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和家人断绝关系 于是林贤顺经过多方面协调 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自己与妻子过得不算愉快 但在这种情况下 绝不能让妻子受到连累 好在 后来的林贤顺再次收获了爱情 和一位电台主持人 踏入了婚姻殿堂 过上了幸福的人生 后来 林贤顺被派往石家庄空军航院担任参谋长 一年之后 被授予上校军衔 随后步步高升 被授予大校军衔担任副校长 但很多人对林贤顺存有误解 说他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才回来的 对此 林贤顺表示 自己绝不是为二路出名 或者发财才起因 他只是为了理想回归祖国 在解放军的队伍里 他永远都会当一个好兵 关于今天的内容已经结束 屏幕前的你做何感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